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是一套位于休斯顿Rosenberg这个区域的一套房子 这个房子是小轻奢风的 大的高挑厅旋转楼梯 然后非常好的设计感 这个房子的旗舰价格呢 是在36万5000美金到40几万美金的旗舰价格不等 但是呢这个房子的这种户型装修装出了百万豪宅的感觉 我一直非常喜欢这种小轻奢风的风格 如果您也喜欢呢 别忘了加微信观众微博联系我们 我是GG 我们现在看看小轻奢风的房子是什么感觉吧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的房子是什么感觉 今天我们看到这个房子就是我最喜欢的建商 Westin的一套亚满间 你看这个亚满间的装饰和装潢真的是好喜欢 我觉得我都可以吸取好多的经验来装饰我们现在的房子 一进门的左手边是一个office 它的self在这个地方待着 然后呢这边就是一个车库 它是双车库 然后要往前走的时候呢 先不走先在这边 这边呢是客人用的洗手间 还有洗衣房 你看它的这个装修真的是好好 我就是觉得Westin的每一个都有一种小豪宅的济世感 所以我超级喜欢 它这个地方的装饰 就爱了就是 像我这种盐控 往前走呢 右手边是一个dining room 盐控不行了 我看 哇美 喜欢 然后你看它所有的小装饰 做的 当然了所有的装饰品是不留下的 我们就先看一下整个户型吧 一进来 大窗户外型的特色 然后整体的感觉就是 厂量 大 还有一点小豪的感觉 但是其实这个房子价格不是很贵的 只有三十几万的价格 这个楼梯 漂亮 当然了它这些都是加装 如果不加装的话 它就是没有这么好的装修 但是户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包括你看这个漂亮的厨房 还有一个这个吧台的造型 这些全都是加装 如果不加装只是普通一些的厨房 没有这么好的这个装修材料而已 但是你依然可以做的很漂亮 因为这个户型的感觉是很好看的 然后右手边就是这样的一个dining room 今天阴天都非常亮 然后我们就要去主卧看一下了 这边呢就是主卧的位置 Vesting的房子的装修的风格 总是每次都让我眼前一亮 然后再往里走是它的洗手间 这 这洗手间 这洗手间的布局跟我家差不多 但我家就是大一些 但是你看它这个柜子做的 哇 这个大理石台面 这个 这个stink 喜欢 这个浴缸跟我们家基本上一样的 这个好喜欢 装的太胖了吧 太胖了 这种房子就是如果你跟样子间一样装修 肯定要多花很多钱的装修费 但是 这个好看 真的是 好看 这是马桶间 然后再往里走 就是它的衣帽间 这个衣帽间在出来 就连着那个洗衣房 所以当时我们在门口的时候 就直接看到的就是这个洗衣房 这个装修的太漂亮了 我们上二楼看看 这个样板间还是个胡锦 但是如果你买这个社区的房子的话 你买到的可能不是胡锦 因为胡锦要加钱 胡锦的地块要加钱 上来之后呢 我们先来看这边 这是一个卧室 当然楼上的卧室一般情况下花样就少了 然后卧室的旁边 这边有一个衣帽间 然后再往里走 就是卧室的洗手间 这是一个套间 这样子 然后呢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储藏室 超实用有没有 就像这个卧室有两个衣帽间 然后呢我们再去另外一个卧室看一下 这边是活动的部分 然后另外一面呢就是卧室 这是第三个卧室 这边是第三个卧室门口的洗手间 看这个洗手间的加装 太棒了太漂亮了 有没有给大家一点灵感 当然了如果你买这个房子的话 您这个加装可能不要这么多 因为确实加装多会比较贵嘛 适度加装就好了 然后呢这边是一个game room game room的旁边还有另外一个卧室 这是第四个卧室 哎呀它装得真好看呀 就是有的时候房子不在于多贵 而是在于把家里弄得特温馨 特好 所以装修其实是一个方面 这是放一听 如果您说装修的价值 那这些装修就是在您拥有的时候享受了 如果你多装了十万块钱 当你卖房子的时候可能卖不出来这十万 但另一方面讲 你也享受了这种感觉 现在我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房子后院 这个房子的后院是一个湖井 您要买的话买的不是这个后院哈 一出来有个大padiu 这个padiu很大 这个padiu是加装的 不在基础价格范围之内 可以加也可以不加 然后这个样板间的后院就是这样子的 很舒服吧 刚刚下完雨 心旷神医的感觉 可惜卖的不是这个样板间 样板间还不卖 如果您喜欢这个社区的话 他可以在这个社区给您建一个这样的户型 修斯顿整体来看的话 是在修顿的西南方向 是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他正好是在修顿的西南边呢 他离唐城是非常近的 大家都知道唐城这一块 就是中国人特别多的区域 他就在Richmond 不是唐城区域 但是确实特别紧 这个地方离中国城的距离也是非常方便的 20多分钟就到中国城 21分钟就到中国城 然后如果说看一下他去Uptown 去Uptown也就是半个小时这样的一个距离 这个地方的这个社区是新社区 那学区也都是新的 目前没有评分呢 他的这个社区的学区可能不会比唐城好 但是整个社区的地理位置 还是还是很不错的 所以户型上也很不错 所以这是这个社区的一大卖点 还有一个非常大的优点 就是这个社区是离高速公路特别近的 为什么他到中国城到哪都特方便 就是因为他离高速特别近 我们看到社区就在这里 然后这一条就是69号高速 基本上就是沿着高速盖的一个社区 像这种社区一般以后的发展前景都会特别的好 我们现在先在大地图上可以看到到 这个社区也是很多湖啊水的 因为还没有完全建好 所以有些东西是没有完善的 但是呢这个社区旁边就是各种各样的购物中心 或者是超市 那我们看到社区在这儿 像购物中心和超市的话 就是在这边 这一块就是一个超市的 还有best place什么都在这一个部分 然后比如沃尔玛 这边离沃尔玛也很近 这是社区 然后这是一个特大的沃尔玛 然后这边是一个plaza 什么星巴克什么都在这个附近 所以这个地方的位置是挺方便的 如果您对搜独地产感兴趣 欢迎加微信关注我们微博联系我们 我是YG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